夏天的多肉一片绿 这个季节简直太打击我们的信心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换个方向 养玉露是最好的选择 今天呢 刚好来上盆一颗玉露 有小伙伴觉得玉露养不活的 看了今天的视频呢 肯定是会对你有帮助的 这个呢 是一颗玉扇 是朋友送给我的 发过来的时候呢 它已经完全脱土了 然后这个根系应该怎么修 怎么能保证它到我们手里不死呢 我们可以区别于平常种 景天多肉的那种修根方法 修的不要太狠 就是在脱土以后 把这些粗状的萝卜根底下 那些枯萎的根系给它摘掉 本身这个萝卜根呢 它就是长得非常的慢 如果说你给它全都剪掉了 自己重新发根呢 那肯定是很难活的 像我以前也是 买回来以后呢 会把这些根呢 剪掉半截 其实这样呢 就是增加了浮盆的难度 对于我们新手啊 没有耐心的 它肯定是很难存活的 像我手里这一颗 修到这个样子 就可以上盆了 修剪的时候呢 我也尽量避免造成太多的伤口 如果你是保守的 就晾一天 如果着急的 直接上盆也可以 我用的配土呢 是赤鱼土加上泥碳土 七份的赤鱼土 加上三份的泥碳土 然后这个泥碳土呢 很多朋友买回去 容易放时间久了 就结成小块 然后你喷一点水 把它一搓开 它就非常的柔软了 这个就是我刚喷过的 七杯的赤鱼 加上三杯的泥碳 赤鱼土呢 它本身颗粒比较软 所以在运输过程呢 有粉尘 大家也是不需要筛掉的 直接拌土就可以了 我家里的玉露呢 都是用这种八角盆来种的 就比较省心了 不用选盆子 然后底下垫的是一点彩虹石 玉露呢 它是比较洗水的 如果你用太多的硬质颗粒呢 它是喝不饱水的 或者是如果你没有软质颗粒 用了硬质颗粒 一定要少加 增加它的透气性 然后泥碳土要多一些 每次浇水的时候 才能保证它喝饱 像大家买回去 有的时候种上一个月 这个玉露呢 还是不饱满不肥 也是属于正常情况 因为你可能修根了 修得过短了 在浇水的时候呢 它喝不饱 所以它叶片呢 就不会鼓起来 一两个月的恢复期呢 都是情理之中的 而且玉露呢 它不能像平常 我们种景片那样去控养 太阳呢 也不能晒得太狠 它不是很喜样 晒久了 它就会发黑发紫 隔着玻璃每天能晒到 三到四个小时就足够了 然后水呢 你只有喝饱了 它才能闪闪发亮 鼓鼓的 最后呢 我用赤鱼土 给它泼了一个面啊 很干净 鱼露养好了呢 还是很值得欣赏的 尤其是对新手宝宝 你控制不住浇水的 像这些 基本上一个星期浇一次 非常能满足你的小手 而且它不易死 好度夏 夏天也可以买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